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美股这两天就比较小张小跌的一个横向的盘整 那主要是因为在联总会的会议决策的内容 表示说通膨仍然还是严重 虽然说指数已经从最高峰的9.1%掉到8.5% 但毕竟还是一个非常高的通膨的数字 所以联总会的决议认为还是要持续的升息 来把通膨压下来 这本来就是一个激进的方向 大家都可以接受 然后目前对于9月份要升2码或者是3码 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 还要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数字 然后现在美股就说从低档反弹 超过了月线 季线 半年线 那升值到球已经涨到年线 涨幅都并不小 所以最近就是开始做一些亮缩的一个盘整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拉回 所以台股最近也就跟着做一个整理 昨天跌6几点 今天盘中涨61点 收盘大概涨28点 最后盘等等跳进来可能会有点变化 可能剩下十几点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张小跌 就呈现一个亮缩的一个盘整 那指数呢是连续5天站在季线之上 但量价没有明显的变化 所以就是沿着季线做一个横盘整理 慢慢慢慢一点点很有限的电高 那今天常要量也是2000亿出头 尾盘最后盘量进来可能就是到大概2200 这都是非常低的量能水准 所以这种量很明显就是指数空间有限 但是个股却相当的活泼 那以盘中来说 收盘来说 上市涨停有16加 上柜涨停有23加 加以台总共有39加的股票涨停板 所以我昨天我就说 指数看起来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什么力 但是中短型股的那个热度 很明显的上来 因为昨天指数是先杀下去 然后中短型股一路被买上来 所以那个资金的导向非常的明确 从昨天就看出来就说 就转到中短型股去了 所以昨天我的结论我就说 我最喜欢那种 你指数最好都不要动 然后中短型股热闹翻天 大家轮流涨 那就很多赚钱的机会 那以前我们最讨厌就是垃圾盘 台积电大涨 指数大涨 中短型股趴在那边 那赚了指数赔了价差 大家都没有赚头 但现在不一样是指数 就停在那边不动 每天不同族群 IC设计 IP股 网通股 或者是什么化工股 设备股 然后所有的股票 人流在往上走 所以这种行情 你就可以一档赚完 再换一档 一档赚完 再换一档 这种行情是最好赚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说前面的半年一年 你可能台股很多人都亏了很多钱 如果你还没有从股市毕业 就表示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现在就是你反败为胜大赚一波的最好的时机 你不要等到真的行情涨到最后 指数开始往上拉的时候 那又不错 趁现在 去买 法人最喜欢的 就是财报公布 记报公布完之后 半年报公布完之后 法人就是在精算说 谁的毛利率 银益率 净利率 谁的EPS 谁的成长幅度最大 法人都在选这种所谓的三高股 三绿三升的股票 所以包含 我们说三绿三升的机档布局 拓凯 鬼盘虽然说打回来收平盘 反正最高184 股价是天天创新高 因为毛利率 银益率 净利率 EPS 全部都创新高 超强的走势 另外一档 今天会公布的 3675的得为 是我们布局的另外一档 三绿三升的 概念股 金平股 毛利率 盈益率 净利率 EPS 二级的数字 全部都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今天就涨清白了 前面两天小涨 今天蹦一个上去 就脱离成本 所以这个都是 法人在买的股票 我相信今天应该投信可能也买不少 所以 我是讲说我们买的都是金平股 我跟你谈的都是 这些股票的数字 因为他们都有最强的数字 所以当大盘的环境 有利于这些数字最强的股票的时候 它就喷给你看 指数最好都不要动 现在8月 最好到9月 10月 11月 年底都不要动 就停在这边 1万5 停在这边 那就有很多股票可以做 做完这一档 换那一档 做完那一档 换那一档 所以我说 股市达安商量心法第一条 一次赚一倍很难 但是 一次赚三成 三个三成 就是一倍 那前面一二季的时候 指数一直跌 大盘一直跌 你说要赚三成 你不要亏三成就不错了 现在不一样 开始做一个回省 所以只要你抓得住 数字最强股票 我认为三成不是问题 多赚几档 就是一倍 所以这个最好赚的行情 大家要把握 那经济科 礼拜三 我说就已经创了 一个月以来的新低量 当然成要量都有1000多张 但当冲比都有60几% 所以扣掉当冲的数量 礼拜三成要量只有416张 我也解释过 比前面20分钟分野教育的 最低量都还低 所以那个叫做自喜量 自喜量量完之后 昨天就补量 就开始涨 涨到343 现在涨到再冲353 再度 不是挑战清高 再度挑战季线 稍微挑战季线 盘中是一度的 来到这季线的位置 可惜尾盘稍微压回 中场说小涨 一块半说342块 那量 比昨天略增 1477增加到2149张 所以那个买盘有在增温 买盘有在增温 那空单昨天 认赔了74张 小减74张 那总数是4384张 仍然是很多 还是13亿多的空单的市值 那这个 最近一路的空 一路的创新高 结果怎么空都跌不下去 怎么空股价就是撑在这边 怎么空就跌不下去 所以其实空单这时候 自己就心里要有一点警觉 如果照网路上讲的 两年来都没有什么营收 那什么行政电脑 谈了两年都没有看到个影子 都是假的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 4000多张 大哥 空下去早就已经跌翻天了 问题都跌不下去 而且前天扣掉当中量 只剩400多张 代表这些手上有持股的人 根本没有人要卖 所以我常在讲 致行量过后 就是一个转折 所以昨天 代量转强 今天尝试上攻际线 暂时没有一次过关 但是我相信两次三次 就会过的 因为350到360 是成交量最大的区域 就是从上一波 452块扎下来的过程 最大换手量就在这边 350到360这一块 换手穿越 上面没有量 所以一路到450 升到500多块 其实我认为 上面几乎都是空的 所以只要能站稳 所谓的记线 半年线这边 大概350到360这边 站稳穿过去 那速度就快了 速度就快了 突破之后就会加速 那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 希望可以赶快去认头片 因为我有提到说 大陆换机的市场 行政电脑 公务的一些什么 税务的机器 公务的电脑 行政电脑 公文电脑 总共两亿台的市场 然后可能有网友就觉得 两亿台这个数字 好像听起来很扯 那有些人当然不以认 并不认同 因为好像讲了两年的 行政电脑 怎么根本就没有看到个影子 但市场怎么越喊越大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 这两亿台的数字 不是我凭空捏造 是金利科在6月22号的股东会后的法人座谈会 座谈会上PowerPoint里面的一个资料数字 公司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两亿台的市场 大陆就是这么多 机器老旧了大陆十几亿的人口 两亿台的公文电脑 公务电脑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只说谁能吃到这一块的大饼 那我认为金利科有这个条件 因为它的制程最 相对于大陆国产的厂商 最先进 而且X86的IP是它自己的 大陆刚挂牌的海光 中科海光 它的IP是来自于AMD的授权 问题是美国不让AMD继续授权给它 后面就断吹 没有自主技术的产品效能 也没有金利科很好 市值一挂牌就是6000亿的台币 金利科才230亿 所以其实我认为 金利科其实应该要比它高 但是因为一个在中国大陆挂牌 一个在台湾挂牌不一样 你没办法这样类比 但我只能说金利科空间非常的大 那一旦真的量产之后 明年的营收我抓50亿 我相信不过分 我相信法人心里也是这个数字 每个月超过4亿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因为明年不是只有行程电脑 行程电脑还有两家 一个是北京 一个是上海 就A客户跟B客户 那还有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日本的小型机台的 也是明年要量产 还有一些工业用的 IBC用的相关的IC 那个相后续量产 明年的营收稳定超过4亿 一年上海51是看得到的 所以那时候营收是现在的超过10倍以上 那你说台湾有哪家公司敢说明年营收要成长10倍 我认为可能没有第二家 所以缺人投片就会飙 所有的法人屏息以待 那我今天也查了一下 本土投信对于金银客持股 好像只有1100还是1300多张 你去看我文章 写完我也忘了 想去数字忘了 1300多张 那几乎是鸡毛蒜皮 所以一旦确认投片 我认为本土法人就会陆续要进来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双嘎 法人手上没有嘎空手 空单4300 4400 嘎空单 一旦嘎上去 而且后面迎接势力度 我估计今年获利至少超过15块钱 那详细我就不细算 那一旦嘎上去 那我相信股价要过高都不是问题 所以金银客我想我今天就不讲太多 大家就是乐观等待跟期待 后续的签约付款跟投片的事情 只要这个部分确认的 不要说什么新的设计费 新的案子 那个东西放后面 光是这一块 其实股价就可以创成高 那另外我们持股 大概一个礼拜的大众 6147的大众 我发现3147 今天尾盘 也强拉涨 收盘差 差一点点涨停板 收59块6 涨停板59块8 差不多一直到了 今天就是一个量增涨停的走势 股价 整理6天 一根过高 这就是真正的多头股 前面是一路创高 一红二红三红四红五红六红 连六红创新高 换个两天下来整理6天 一根又创高 超强走势 因为我说 只要有数字的股票 都不用担心 震啊震啊晃啊晃啊 最后股价该怎么走 它就会怎么走 一定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因为它第二季赚2.06 第一季赚1块6 抱歉第二季赚2.46 第一季赚1块6 所以这2.46 所以上半年赚4.06 所以我常在讲 我很少在跟你讲说 以前我们的基效有多好 赚了多少钱 哪一档股票怎么样 好汉不提当年有 因为过去的事情 其实也就过去了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帮助 我坐在这边跟你谈的 都是我看好的一些金贫股的 它的相关的数字 每一个都是数字 1块6 2.46 这就是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那同样的产业的公司 4953的微软 第一季赚1块63 差不多 第二季赚2.03 这个就落后了 所以它上半年是赚3块7 然后大众是赚4块06 大众赚的比较多 那股价今天收盘 涨停板接近60块钱 那微软是84块3 所以我就说 今年要赚9到10块钱的 这个大众 光上半年就赚比微软很多 人家是83 84 然后本来大众 今天涨停板之前 股价只有大概多少 55块钱 所以说有超过5成的比价空间 5成的比价空间 而且它很多客户都是半导体的金源厂 然后今年都在扩产 其中台电也是它的客户 所以下半年的获利只会更好更强 要赚10块钱的公司股价只有50几块钱 我说给你个10倍都很勉强 都很委屈了 股价都有超过八九成的空间 这些都是金平股 就是我们带着交流成员 一档一档布局的金平股 你行情不好没有办法 但当行情越来越好的时候 这些股票就会带你大赚特赚 这些金平股就会让你大赚特赚 一档只要能赚三成 三档就是一倍 然后三绿三成的金平股 这个是拓凯 礼拜三买进 礼拜四创183的新高 今天再创184的新高 尾盘可惜 稍微压回到平盘 但每天都在创新高 投信是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昨天买的530张 前天买405张 买超越来越大 这个是快200块的股票 买个500张不少钱 大概有9000万 EPS从3块1 跳7.88来7.9 计增150% 这数字非常的厉害 获利3.15跳7.88 毛利率29跳40 移率大概15%跳26.5% 大幅度的增加 三绿包含净利率也创新高 毛利率 引益率 净利率 EPS 都创历史新高 重点是目前看起来 第三季下半年 数字还要再往上 所以全年保守18 上半年已经11了 比去年的9块1 全年9块1 上半年赚的比去年全年还多了 全年保守18 乐观20块钱看得到 它是做什么 技术门槛非常高 含净量非常高的碳纤维材料的供应商 主要客户是自行车的相关业者 高阶的自行车 以这种技术难度非常高的碳纤维材料厂 你说本益比25 30倍都合理 但我就说我们只抓一个很基本的 15到25倍的本益比的话 股价170几块钱 我认为上看三字头是很有道理 是有这个实力的 那你看投信可以连两天买了900多张 就是我说的嘛 投信选股逻辑其实都跟我一样 我们最喜欢买的都是这些数字最强的 金平股 那如果股价又被低估 投信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一波涨个三五成常有的事情 那另外一档三运三参的金平标股 刚提到就得微嘛 礼拜三涨4.3% 礼拜四涨2.5% 今天涨029.5元 中场 锁住涨0100 锁了8900多张 锁住就没有打开了 超级强势 三绿都创新高 一样嘛 毛利率340跳37 盈利率17跳20 EPS2.44跳2.85 都创单季 预始新高 然后又拿下 他欧系车厂新的五年的订单 长单 车厂订单都很长 所以他的车用的MOSFET 比重越拉越高 整个车用比越拉越高 未来就是一个长期成长趋势 本益比会非常高 新产人下班也要投产 所有数字会再往上 股价这一波呢 从367块打下来 打到169块 现在还在一个相对低档 底部才刚突破 空间都还是很大 所以也是恭喜我们家族成员 包含大众 拓凯 得为全面创新高 全面都打转 金平股就是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 然后最新布局的是这档三绿三升的新标股 又是三绿三升 毛利率 盈利率 基因率 大增 单季大增9% 这是非常大的幅度 非常大的幅度 第三季受惠涨价 所有数字都会更高 都会更高 我估计第三季的EPS 会计真上看200% 从一块钱大概跳到三块钱 非常大的成长幅度 所以法人最爱这种股票 法人最爱这种三绿三升 而且所有数字都在创新高趋势的股票 只要大家来加入我的LINE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这档三绿三升最新的 金平表股 等会我们再聊 其他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外资还不一定 但是本土法人习惯操作中小型的股票 他们会买的一定都是数字最强的 后面成长力道最大的 或者接单最乐观的股票 这些中小型股 其实只要投信看准了一路买 通常都会带出 蛮大一个波段的一个行情 比如说普城投信也是天天买 头片倍增的车工标股 礼拜二的高点来到42块的一年新高 礼拜三来到42块6 礼拜四来到42.9元 今天早盘再来到43.65元的波段的新高 虽然我本来有点卖压 打回去稍微整理一下 但是其实这种创新高的趋势 都是创高稍微拉回 隔天晃晃又再创新高 这创新高趋势都非常的强劲 拉回其实都是一个买点 因为车用IC的接单爆量 7月起头片量大了100% 从9月差不多开始交货 从10月11月12月份 整个季度第四季度 就会反应投变增加一倍 如果单价差不了多少 银肉就有可能要成长一倍 所以通常设计股就是 投变量确认大增之后 股价就会先标一波 明年要赚超过3块钱 本益比20倍的车用IC 我认为相当合理 股价就有机会上干6指头 所以当初加入成员是买在大概38块多 如果可以到6指头的话 那也有高达6成的空间 当然我们不一定会到那时候才卖的 中间会做一个来回的操作 但是就像我刚才超过第一条说的 一次赚一倍不容易 一次赚三成的股票很多 你只要逮到三个三成的波段 那就是一倍的活力 现在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多 另外低价的网通标股5XXX 因为接到日本的电信公司的大单 今年下半年很好 明年上看4块半起跳 股价只有30来块钱 股价已经创了20几年的新高 也代表就是说上档没有任何压力 公司迎来过去20年来的最强一次的转机 股价沉淀20年 冲马沉淀20年 这一波上去我认为非常精彩 而且网通股很多本益比也超过20倍 4块半的获利的展望 现在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上档无压力 它就是一档中低价位的标股 那我认为这种股票上档无需预设高点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三绿三升三高股 所有的数字都往上的标股 这种法人也最喜欢 这一档最新的标股在德威跟拓凯之后 毛利率 营业率 净利率 在第二季的数字都大增9% 这是非常大的幅度的创新高的幅度 第三季受惠产品又涨价 所有数字冲得更高 所以获利水涨船高 第三季获利估计自己涨200% 一块钱跳到三块钱 法人最喜欢这种股票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错过了拓凯 错过了德威 你想要买这档股票 欢迎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所以你想要数STARMASER或扫描荧幕前的QRCODE 加入之后只要留言正义 加上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加入的朋友每天11点多 如果解凡的文章对你会有非常大的选股上 操作上的帮助 加入的朋友留下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这档最新的三绿三升的新标股 在德威之后最新的三绿三升创新高的新标股 把握机会 祝大家操作顺利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